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转眼就来到了初九 时间过得真快 新的一年里 大家也都陆续开始忙各自的事了 正月初九又称为天日 天公升或玉皇大帝诞辰 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的一个重要日子 在这一天 人们会进行各种仪式和活动 以表达对天神的敬意 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祈愿 关于正月初九的传说 最为人所知的是与玉皇大帝有关的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玉皇大帝是人间的一位人君 因其德性高尚而被天界选中 升为天地 正月初九这天 便是他的诞辰 在这一天 天界的神仙们会齐聚一堂 庆祝玉皇大帝的生日 而人间的百姓 为了祈求平安和吉祥 也会举行各种祭祀活动 以示庆祝 除了这些传说和习俗 民间还流传着不少 关于这一天的俗语 比如出九拜天公 全年无病痛 出九吃九菜 四季安康来等 这些俗语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观察 和生活智慧的积累 在这些俗语中 我们不难发现 古代人民对于健康的重视 例如 出九吃九菜的习俗 意味着人们在这一天 要准备九种不同的蔬菜食用 以此祈求身体健康 远离疾病 说到俗语 关于这一天 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 还得是正月出九 若想人忘家也忘 出九天公生做四世 做四世指的啥 老一辈是这样讲的 一 扫尘除旧 出九这天 家家户户都会进行大扫除 象征着扫除过去的霉运和不顺 迎接新的一年的好运和清新 这不仅是对居住环境的进化 也是对心灵的洗涤 让人们以崭新的面貌和心态迎接新的挑战 二 祭拜天公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天公及玉皇大帝 是众神之首 掌管着人间的俘获 出九这天 许多地方都有祭拜天公的习俗 希望通过虔诚的祭拜 得到天公的庇佑 让家庭成员健康 事业顺利 三 吃天公饭 所谓的天公饭 其实就是一种寓意吉祥的食物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食物 但共同的愿望是通过这种形式的饮食 祈求全家人在新的一年中都能吃得好 穿得暖 生活富裕 四 挂红灯笼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喜庆和吉祥 而灯笼则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 出九这天 人们会在家中或门口挂上红灯笼 以此祈求新年的每一天都充满光明和希望 家庭和睦 事业发达 门南人正月初九拜天公 天公究竟是谁 人人都能拜天公吗 一 天公是谁 正月初九是天公御帝生日 门南人有在正月初九拜天公的习俗 在外经商的人 通常要拜天公后才出门谋生 那人们膜拜的天公究竟是谁 门南人所说的天公源自于远古的自然崇拜 当人们不理解刮风下雨 闪电雷鸣时 产生了对自然界 对天的敬畏与崇拜 天公就是自然之神 在道家里是众神之神玉皇大帝 他总管三界十方 四生六道的一切阴阳祸福 二 天公的传说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天地祥和 后来诸神争斗 人间荒淫 天地空间三界大乱 太白金星因此下凡 想在人间寻找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统治三界 几经找寻 终于在泰山奥来峰的天生寨 找到了一个人称张白忍的寨主张友仁 张友仁至民有方 为人慈悲 寨中人人和谐幸福 因此张友仁被太白金星带回天庭 后来三界众神共同推崇他为管理三界的领导 即玉皇大帝 他的地位仅次于三清 全称为浩天金雀至尊玉皇大帝 正月初九 乃天公生 或玉皇大帝诞辰 新加坡华人 尤其是福建籍贯的人 会在这一天拜天公 答谢天庭造福人间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平平安安 三 拜天公时辰 正月初九祭拜 正月初八晚上就开始热闹 老皇历中 晚上十一点和午夜十二点 是同一个时辰 是一天的开始 因此拜天公从正月初八晚上十一点就开始了 当晚也是一家大小团聚的时刻 儿媳 女儿 女婿 内外孙等都回到老家 拜天公前 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 准备丰富的供体 比较讲究的人 还要摘借沐浴 四 拜天公习俗 新加坡华人群体约有三分之一 都是闽南语族群 新马一带 把闽南语称为福建化 把闽南语族群称为福建人 初九拜天公 主要就是闽南语族群的风俗 后来新马一带的其他福建人 如福州 莆田 闽西地区 也拜天公 各家各户都放置八仙桌 搭起了祭坛 供桌上也要摆上五果 五斋 面线和甜果糕点等供品 五果 甘 橘 苹果 香蕉 甘蔗 甘蔗是最重要的供品 据说是为了纪念明朝农历新年正月初九 这天 倭寇在福建沿海一带杀人放火 乡民们躲入甘蔗园 才保住性命 大家认为是天公救命 所以拜天公时戴上甘蔗 也表达了不忘天公救命之恩 祭拜时将一对高钳 长钳挂在甘蔗上 而甘蔗必须有叶子 下有根须 取有头有尾之意 甘蔗有甜味 用以祈求年头年尾都能甜甜蜜蜜 另外 而甘蔗是节节而成 象征节节高升 五种水果 即香蕉 昭 黄梨 旺 甘 甘 橙 吉 梨子 来 以福建方言发音昭旺甘吉来 六斋 金针 木耳 香菇 菜心 豌豆 绿豆 五生 公鸡 鸭 鱼 卵 猪肉 或猪肚 猪肝 有的人认为 玉帝有好生之德 因此只能供奉素菜 不使用五生 甜料 生人 米枣 高载等 红龟果 像龟形 外染红色 打龟甲印 以象征人之长寿 此外还有五色金指 金指 祭拜使用的金指 有五色金 大百天金 大百寿金 寿金 一金 福金 或四色金 大百寿金 寿金 一金 福金 最好选用正希伯的制品 环保金指也不错 最高级的是正手工正希伯的 有的人家还会加烧神马 云马 甲马 金钱给天兵天将 那么拜天公 是否每个人都可以拜呢 其实并不是哦 以下有九种情形 要特别注意 一 为父母 祖父母代孝者 三年内两周年 不可庆祝一切喜庆节日 包括天公诞 故此代孝期间 不可拜天公 二 为伯父母 叔父母 兄姊嫂 弟吉弟习 弟吉习 虽然属于小辈不须代孝 但也得一年不喜庆来 哀悼之代孝者 孝期一年内不可庆祝一切喜庆节日 故一周年内不可拜天公 不过 古代的大家庭 伯叔兄弟都住在一起 如今盛行个人小家庭事 兄弟感情生疏 近年发现 很多都不再为伯叔兄弟代孝 因此 也就没首 年孝期 照常过喜庆节日 即拜天公了 三 为傲父母 姑父母 疑父母代孝者 孝期短 古代是姑父母一年 疑父母五个月 父母三个月 我国早期是一律四十九或一百天 如今多数在出殡后 不为之代孝 故照过喜庆节日 即拜天公 四 外祖父母呢 古代的孝期长 但我国的外祖父母 孝期多为七天 故可以过喜庆节日 即拜天公 尤其本身的那祖父母上健在的 更是一定要拜天公 五 月父母呢 古代是三个月孝期 我国习俗认为 女婿属于伴子 出殡后 就无需代孝 故可以过喜庆节日 即拜天公 尤其本身父母健在的 更是一定要拜天公 曾经见过女婿一家 在岳父母逝世后 也不拜天公 这是不了解女婿没孝的因素 也有认为 肮脏 不敢拜 代孝不是肮脏的事 那是因为 代孝不可进行喜庆活动 而不可以祭拜天公之故 这些观念都很错误 六 出嫁女儿代本身父母的孝 可以拜天公吗 出嫁女儿有三年 两周年的孝期 她可以为夫家准备平等工作 但本身不可以拜天公 其公婆 夫婿搜路网 儿子们都可以祭拜 七 做院类的产妇可以拜天公吗 产妇身体虚弱 应该多修养 不宜处理一切事物 及外出抛头路面 故不可以拜天公 但其夫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祭拜 涉事担心进入月内房身体不节 那就以七色花及柚子叶 或十六叶等梯邪物 来沐浴除惠就行了 八 倘若天公诞期间 正好遇到轻微如外祖父母 姑父母 父母 一父母逝世 可以拜天公吗 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处理 如果本身家中尚有长辈 如自己的祖父母或父母 健在 那可以照常拜天公 假如长辈已故 那就依照情况斟酌而行 或庆祝天公诞后才富丧 或富丧而不拜天公也可以 九 儿女伤亡 可以庆祝天公诞吗 不满八岁的不伴丧礼 八岁至十九岁天王者 称为伤 二十岁以上才是成年人 我国有未婚者 均归类为非成年人之俗 古代八岁以上的子女伤亡 有五个月至九个月的丧期 我国风俗 不畏晚辈待孝 甚至认为长辈最尊 儿女或媳妇早逝 依然照过喜庆节日 但也有一些人 遵行一年不过喜庆节日之俗 个人认为 一年不过喜庆节日 较合情合理 毕竟至亲事事 就不宜喜庆活动了 出嫁女儿及女婿早逝 则无需遵守此俗 可以照常过节拜天公 除此之外 正月初九还有下面这些禁忌 一不要宅家不出门 正月初九这天是个比较吉利的好日子 因此民间有七不出八不归 初九办事一大堆的说法 也就是说初九这天办事会得到老天的眷顾 因此办事特别顺利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民间有七不出八不归上九办事的说法 其中七不出是在出远门工作之前要先将一家人的生活安顿好 是指七件事 分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七件事不安排妥当不出门 这就叫七不出 八不归 在古代民间指的是出门在外的人要做好八件事才有脸回家团聚 分别是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 那么上九办事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上九日这天办事会受到伏毙 办事不仅能办成 还会办得又多又利索 因此 在过去民间会将难办的事情放到这天来办 当然 这只是过去民间的一种说法 还是有些片面的 只是认为这天适合出门办事和工作 现在 虽然已经不讲究这些了 但是还是不要宅家不出 为新的一年开个好头 即便是还出去工作 也没事可办 也好出去走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想想今年想咋做 给自己一个目标和方向 二 夫妻之间不要吵架 正月初九是传说中 玉皇大帝会见各路神仙的日子 也是阳气最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夫妻之间争吵 明显是家庭不睦 这样会给自己的家庭 在新一年里带来不和谐因素 人都不喜欢身边有充满怨气的人 带来的都是负能量 所以 我们不喜欢别人牢骚满腹 也别做这样的人 让别人讨厌 现实中 有人太外面和人说话比较和气 但是 一会家中 就试试的 这也不好 那也不对的 不是对子女发脾气 就是对伴侣发脾气 把家里当成了坏情绪的垃圾桶 这样的家庭多半是不安宁的 在《易经》中也说 男人无智 家到不兴 女人不柔 把财赶走 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 能否能够长久幸福 需要双方的共同付出和配合 而正月初九 大多数人已经出门工作了 也该为新的一年努力了 因此 正月初九是继会夫妻间 发生摩擦和吵架的 三 既晾晒衣物 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这天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了表示对玉皇大帝的尊敬 家家户户 不要在外晾晒衣物 尤其是女性内衣库 正月初九晾晒内衣物 这样有把自己的隐私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寓意 因为初九这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 晾晒衣物怕污了天公的眼 所以最好是不要在户外晾晒衣物 否则犹辱天公的说法 若惹恼了玉皇大帝 就不会赐福赐财 四 既乱扔垃圾 正月初九 随地土壇和乱扔垃圾 这样会使这些污秽之物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天既然是天公日 把污秽之物被天公看到 显然是不祥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在祭拜天公之前 要保持自身的干净整洁 所以全家要摘借沐浴 不能倒垃圾桶 也不能挑肥分 要以最精神的面貌祭拜天公 希望得到玉皇大帝的保佑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